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播大雄 原无战争第798天 先来看看克里米亚持续遭袭的后续 4月30日凌晨,乌克兰使用导弹袭击俄罗斯 在克里米亚的三个军事单位 包括战克一机场 格瓦尔·戴斯科耶 驻黑海的俄国防部第31防空师 袭击都是针对防空系统和空军设施 加上之前 塔尔汉·库特角和战克一的俄军防空系统遭袭 有理由相信 乌军在系统摧毁克里米亚的俄军防空系统 为未来更大袭击做准备 特别是战克一和格瓦尔·戴斯科耶的空军基地遭受打起 天空都被火光照亮了 卫星图像显示两个机场发生了导弹撞击和火灾 俄罗斯军事博主于福称 乌克兰在过去两周内发射30多枚远程导弹 显然乌军受到大量导弹 正在系统的摧毁克里米亚 乌军计划先摧毁克里米亚的俄军数个基地 削弱其防空系统 然后摧毁克里米亚大桥 进而从扎波罗热直达亚索海 切断克里米亚的对外联系 当然俄罗斯未来的战略需要更多时间完成 但克里米亚大桥恐怕等不及了 越来越多的专家和媒体认为 克里米亚大桥今年真的要不行了 5月1日 俄罗斯离海马哈齐卡拉发布空袭警告 之后俄罗斯托夫也发生了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事件 在梁赞和沃罗涅日地区 无人机袭击多个地点 特别是在梁赞 俄罗斯石油公司梁赞燃油厂 被无人机击中并起火 沃罗涅日的燃油厂也被击中 乌克兰对俄本统标和燃油厂的袭击还在持续 而且愈演愈烈 因为这是最有效的制裁俄罗斯的手段 让俄罗斯极不平衡的经济更加适合 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的石油 天气和燃油厂业的行动 已开始取得切实的成果 给俄罗斯造成难以想象的后果 俄罗斯柴油价格上涨10% 汽油价格上涨20% 因为供应紧张 越来越多的工厂被迫停产 这不仅影响俄罗斯普通民众 更影响了俄罗斯能源经济和战事投入 来看看战场最新的消息 阿波迪布卡地区 俄军继续向奥切雷泰恩西北部的 新奥列克桑德里夫卡突进 同时继续向卡拉米克和诺沃卡利诺维对向攻击 别尔蒂奇县为尼弗卡乌曼斯基沃达内 佩尔沃玛伊斯克方向 俄军攻击速度明显下降 乌军继续在阿波迪布卡坚守 而俄军攻击损失巨大 俄军视角拍摄的视频显示 阿波迪布卡森林种植园里 俄军损失惨重 乌军的火炮力度开始加大 俄军进攻的代价开始增加 超过2万名俄军在这里猛烈攻击 俄军继续从伯赫丹尼弗卡 伊凡尼弗斯克克里什吉夫卡方向攻击 一日俄军步兵小队 试图在恰西夫亚尔附近 隐藏时遭到了乌军轰炸 至于俄军是否在这里前进一公里 仍无明确的证据 随着乌军援助和人员的增多 俄军无法在5月9日前 拿下恰西夫亚尔赫尔松地区 俄军继续对克林基发起攻击 并多次试图夺取涅斯特里亚岛 却遭遇失败 乌军在赫尔松的缓慢推进 让俄罗斯开始焦躁起来 杂乌尔地区 俄军在罗伯泰尼西北部 插击之后就被赶出去了 沿着罗伯泰尼及其西南部的拉锯行动 将继续进行 俄军要夺取这里还是有难度的 马林卡 新海利夫卡地区 库比扬斯克 克林明纳 莱曼地区 俄军的攻击再次被击退了 乌军第23旅和63旅 夺回了梁伯利夫卡以东的阵地 至于俄军要对哈尔科夫发起重大攻击 也是息息差的一部分 俄军是否有能力 对哈尔科夫等地发起攻击值得怀疑 5月1日乌克兰公布俄军损失 俄军损失连续第5日破迁 除了人员 火炮交车的损失都很大 这说明乌军的援助已经部分到位了 特别是持续炮击导致俄军进攻速度放缓 损失持续增加 俄罗斯过去六个月的窗口期正在过去 以后不会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超过一万两千门的俄罗斯的火炮被摧毁 也许对俄罗斯来说 在乌克兰的每一天都是糟糕的一天 5月1日 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 伊尔库斯克的另一批的新兵正准备被送往乌克兰 能最终从乌克兰返回的不到三分之一 随着战争的持续 俄罗斯在人员经济装备等方面 也会面临越来越多的困难 乌克兰飞行员正在丹麦接受F-16战斗机飞行培训 这意味着F-16离乌克兰越来越近了 4月30 挪威首相乔纳斯·加尔斯托尔与财政部长一起宣布 挪威议会将批准在2024年 增加对乌克兰70亿挪威克朗的援助 主要用于防空援助 其中额外的援助资金分为60亿挪威克朗军事支持 10亿挪威克朗用于民用支持 这使挪威支持乌克兰的总额达到220亿挪威克朗 挪威的政党甚至要求继续增加援助到100亿美元 拉多维亚宣布向乌克兰提供一套新的军事援助 包括高射炮和用于监视的无人机等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 敦促拥有爱国者防空系统的国家 将其转移到乌克兰 奥斯丁表示将继续与这些国家进行谈判 但他没有具体说明与谁进行谈判 西班牙、希腊、荷兰和瑞典都有多余的爱国者防空系统 而另外一个消息是 以色列准备在未来两个月替换落后的爱国者防空系统 敢用自己的铁穷、大卫投尸所和舰系统三层拦截系统 至于多余的爱国者系统替换后该去哪里呢 4月3日 特朗普接受时代杂志采访时表示 如果他当选总统 将承诺尽力的帮助乌克兰 但欧洲要做出同样的努力 所以特朗普最近的转变也许代表西方和美国民众的态度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认为 北约在支持乌克兰方面遭遇了多次失败和拖延 应该重新考虑并协调援助机制 斯托尔滕贝格在信任前正积极的推动 对乌克兰提供100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 乌克兰人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美国要求乌克兰不要袭击俄流查 但乌克兰接连袭击而且不会停手 乌克兰接受援助 但不会听命任何要求其放弃对抗俄罗斯 放弃领土的国家和个人 一个有韧性血性勇敢的国家和民族 是不会轻易被击败的 俄罗斯不懂乌克兰 也意味着代价越来越高 直到最终难以承受 不认为乌克兰会失败 因为乌克兰有无数个应该胜利的理由 仅此而已 视频最后 我想回应一下一些熟人 朋友的观点 他们说 美国和欧洲支持乌克兰 是出于他们自身利益的考量 对此 我一点都不否认 因为仅凭道义之称的行动 往往是不可持续的 按我们的俗话讲 做一件好事不难 难的是做一辈子好事 既然如此 支持乌克兰的同时 必然要有一点额外的好处 否则 又如何长期坚持下去 那么 支持乌克兰能够带来什么利益 我认为 是未来长久的和平 俄罗斯被打败了 他再也不能挑起 对其他国家战争了 难道 不是一件大好事吗 难道 和平就不是美国欧洲国家共同的利益吗 事实上 不论是道义还是国际秩序 在长远社交下 其核心目标均在于捍卫整个人类群体的共同利益 平叛一个国家的行动是否符合道义 并非取决于该国是否从中获益 而是看其是否秉持了维护人类社会公平正义 或者说共同利益的立场 因此让我们继续坚定的支持乌克兰吧 为了世界的和平和稳定 为了我们的民主和自由